来溜溜的小孩什么活儿 英哥我就想问一下 我听我们同学说 他在日本 他就说医疗上 他们有个风景制度 就是到多少多少钱 然后国家全给出 我就想不明白 这种制度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那有啥想不明白的帖子 人家交税交多少 就是他们 全民参保的比例大 不是参保比例大小的问题 交税是强制性的 我们是低税收国家 日本不是 我也知道中国 他交那点钱不算什么 对啊 你那个日本是高税收国家 不一样的 对 你税收这一块东西 能绝对决定很多东西 你不能卡着低税收 有些甚至是 甚至月薪早就高过5000了 分比税就是不交 对吧 那你还想说福利 你听啥呀 那有啥想好多天的 你别跟那堵了个大嘴 我不给你两句 你给我装什么乖巧 还想好多天呢 你低了高到娃 现在想不明白 你想不明白为啥吗 你告诉我 就现在就突然间说出问题 想不明白为啥吗 一个人口有多少啊 再一个税收有多少啊 不是人口的事 那是啥的事啊 说得快我就 把我想问的问题给忘了 你刚才不问完问题了吗 还有啥问题啊 我在想它那个东西 那玩意是怎么实现的 那有啥怎么实现的 你就说首先我给你来 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国内医保你有没有 我没有啊 你为啥没有呢 我家里条件还不错 也没上 你家里条件不错 没上医保 你家里这条件不错 脑袋不行啊 那不行看看脑袋呢 这不是为什么要上的 就主打一个 就是有病 就是就喜欢全套 分歧张显 张显不论 中国医疗 他没有医保 他也不贵啊 就家条件不错 所以不上医保 你开车 你爸开车买保险 咱说实话 对不对 咱不是什么小病 十块八块 你爸开车买不买保险 你爸开车买不买保险 买啊 买他干啥呀 本身创始人也不贵 掏呗 家大家大业的 你这医疗确实不贵 都不贵医疗 你知道你这么说 他创始人也不贵 那讲话 那开车三百万大险一挂 开车都扒不得都横着开 三百个也不是特别多呀 掏呗咱叫 是不是再一个你家他家大业不差 你关心日本免费医疗啥意思呢 不是我就想他这个制度 他是怎么实现的 对不对 你看他这个 不是你读了个大嘴 我刚才跟你说你听不着吗 你读了他后嘴唇 我刚才跟你说 没听懂 肯定你得交得出来这个钱才行 对我知道 不存在 我告诉你 全世界也不存在任何一个地方 说是地方政府为你买单 替你买单 以彰显我好 哪没有养闲人养废人的地盘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全世界哪都是 对不对 对不对 照你那么说的话 你就就好像你是 你这天上网 第一个算钱 挖整个大户 我去养不中大地 你上哪上哪 谁能养活你 给你封点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都得想他们是怎么做到 让老百姓这么听话 去交这个钱 大家让中产心甘情愿 去掏这个钱 什么掏什么钱呢 他要掏那个医疗保险钱 对呀 因为他这个费用不低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 咱家不交吗 你个国内部也该买都买 谁不买医保 像你家 你都当你家似的呢 问题是 他那个交的比例不低 他不像中国 这交的比例 不是 他交的比例不低 人家正在那个和汇率叉的时候 那讲话 那老润人 润人三件套和汇率叉的时候 不比人民币多吗 一月挣好几十万 这底下为什么骂我呀 我也没说啥呀 你装疯卖傻那时候 你觉得自己挺聪明的 你还叫自己挺真诚的 谁家向你 我没有装疯卖傻呀 谁家向你 你现在你站着 你拿起电话 给你爸打电话 你问你爸有问医保 你别说跟我连线的 你爸当场说没医保 然后我给你道歉 他真没有医保 你现在给你爸打 不是 我为什么要证明这一点 他确实没有医保 不是证明 咱俩就打个赌 你爸要说他没有医保 我现在 他确实没有 不是 那我自己爸 我不知道 对 我就当场 我怎么不信 你家条件挺好 不买医保 天呐 我说我信吗 不是 买这医保干啥呀 那你买车 车保险干啥呀 你这车有交强险呢 交强险啊 就是只要不强制的 就不交 你家 你家现实一年存一下的钱 都什么从医保上省 一个月存2730 我不想说这个事 那交不交个人自由吗 那不是自由 不是自由的问题 有问题 下面是吗 完了 N给你提了吧 叙叙叨叨的 别装傻 行吗 就我觉得吧 这是 都老大不小了 我都四十 我是眼瞅四十的男人了 就能不给我面前 就装傻吧 装傻重量 我就想不明白 问题 人家这问题怎么回事 人家怎么回事 你交多钱 先说你交多钱 再说你干啥了 一个个的那个工资 卡4900块钱 自己没点数 为啥 这个直播间里面 就现在可下面听 那些驴马烂啥的 我就问你们 一个月的工资 卡4900 自己没点数 为啥吗 自己不知道自己咋个事吗 完了 看人家那边保了 完你也要 完了 回头人家交税的时候 那对 那他什么不行 咱行 美国挣一块钱 交三毛的时候 对 那他那不行 但人家那个衣料行 你是分比不想偷 全世界为你算 你是咋玩单机游戏 别人都是NPC 可你自己算 五迷三道 听了大人 读了大后续存 那我这小民营 看你踏地踏地 真能装 真给他能装 三分之一 那给欧洲一年二分之一 一半 将近百分之五十都给你交 都得交税 别不是你你你你 你打字 你要讨论啥话题 咱可以唠情感 不唠敏感 是不是 秋风扫家头 就变虎腾了 讲话 那老弟给他一天寒心如苦 天天直播 天天听 听完了以后 给他看一年了 给我这连麦 让我脑子 脑子够呛 成为所有人的笑柄 完了回头上切片号 直播剑 没一个人拿当人 拿纯拿当白傻逗呢 都一年了 你要敲人 给他看一会儿 你们老圈的人家干啥呀 去给白傻买瓜子去 一个个子 都看一年了 那回回说点啥呀 你把他脑子一顿 搁那切片号 直播间 拔个九宫格 矿 拔个就围中间 拔个就围中间 一言一句的 咔咔咔咔咔 汪汪给个个骂他 他一天装啥 冲愣他多难 他这一年他敢看完 你们天天 天气进不来啦 来啦 来啦 你上来 来你上来 你上来 给你偷活 来 给你敬礼 来来来来 后空翻快 拿个大楼 叭叭叭叭 给他敲 你让他搁这 消灯 看一会儿不他爱你啥事他说啥了他呀 你本来就啥 给白啥买瓜子给秋风扫家头买瓜子去 有命 你就有问题把问题打出来别给他求报溜报的 求报溜报的挨个求报上了一个鼻子羊脸的 不落敏感的就落有问题就把你问题打出来 你说我来我就想讨论讨论这方面问题 像刚才那小讨论农村医保的问题 一年三百八你赶那块就整那厨为明请愿那厨 谁嫌贵让嫌贵的上来 不带诊我们我们直播间宗旨不带诊 别上来我有个朋友 我有个亲戚我个发小 我有个同事那么起头 不是不是本颜别上来 别跑来问我听懂没有 怎么着 你们夹头直播间现在都稀有水平 铁子我很庆幸你能你不管你管我们叫他夹头也好 夹尾也罢就夹菜都行 我很庆幸跟你不是一个对立 你一共十个汉字打这个表达能力 我说实话日本人就算认识汉字看着都猛 那日本人都看不懂你打的是啥西游水平 我们都夹头你叫喊呗你夹尾就完了 美国一年一百二十多钱的美国一个月按月算的贵的五六百便宜的一两百再便宜几十块钱 一分档次的能不能享受什么医疗的正常人的话一个人的话一个月大二百左右 一年两千四刀 美金嘛我就发现就是 我不知道你嘛我直播间有不少有不少国外的事 就是我不知道 就是你问你说美国医保多钱吗万一告诉你多钱 问完了以后问个人民币吗 我们就问个美金吗 你都多余问那个玩意你动回你脑挖想想贼可笑你就多余问 你跟美国拿支付宝买医保啊 你问他干啥你多余张那个嘴 你你这个你这句话问的非常像就是那个师傅你做什么工作的 你就跟你都多余张那个嘴 你说他干啥呀 都那个啥你都不是没进地下城地下城里面金币太拉太拉石 太拉石一个月二百 你这 都不敢说你说的啥玩意啊